图形 图形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四边形的认识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图形 黄国里面住着很多的图形公民 那你们都认识他们是哪些图形吗 好 下面就跟着老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一起来学一学吧 看看 迷你说观察上面的图形有什么控图特征呢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图形有几条边呢 对 有四条边 那再数一数它的角吧 有几个角呢 一 二 三 四 对 有四个角 大家看第二个图形 第二个图形有几条边呢 对 也有一 二 三 四 四条边 有几个角呢 对 也有四个角 我们再来数一数第三个图形 第三个图形有 一 二 三 四 还是四条边 几个角呢 一 二 三 四 同样是有四个角 大家看最后一个图形 同样的有一 二 三 四 四条边 那几个角呢 一 二 三 四 四个角 那我们观察到了 这些图形呢 叫四边形 它都有四条直的边 还有四个角 同学们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们看 生活中哪些物体的表面 是四边形呢 同学们 来说你们的数学书 看看它是不是有四条直直的边呢 还有四个角 所以说数学书就是四边形 看春节 看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家家户户要贴上春梁了 观察一下我们在门上贴的春梁 是不是有四条直直的边呢 还有四个角 所以春梁也是四边形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客桌 我们的客桌表面 是不是有四条边呢 然后有四个角 所以说客桌的表面 也是四边形 再来看一看 地毯 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家里铺的地毯 是不是也是有四条边 直直的四条边 同样的也都有四个角 同学们 你们还可以想一想 哪里才是四边形呢 对 有的同学说门也是 那还有吗 对 电脑也是 同学们 有的玩的手机 屏幕 也是直直的四边形 好 下面我们来看 那想一想 数字王国里面 哪些是四边形呢 我们把它圈出来 先看 这个形状吧 它是吗 除了四边形是直直的 四条边 确实有直直四条边 还有四个角 再看 这里有四个角吗 没有 所以它不是 再来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形 对 它是心形 所以肯定不是二四边形 再来看 这个呢 它有五条直直的边了 有五个角 所以它也不是四边形 再看这个 它只有两条直直的边 另一个居然是一个弧 所以它本身也不是四边形 这个 这个呢 确实有直直的四条线 但是有四个直角吗 但是有四个角吗 对 没有 这里是没有角的 所以它不是 再看这个 直直的四条边 它就没有 所以它也不是 再看这个呢 它的边几乎都是圆的 所以它也不是 就是 看这个 有没有直直的四条边 还有四个角 所以它就是 我们把它圈起来 再来看 这个呢 确实有 直直的一二三 只有直直的三条边 所以不是 再来看下面 这个图形 有直直的四条边吧 看 但是有几个角呢 只有一个角 两个角 所以它也不是 再来看这个图形 不止 不止 直直的四条边了 就直直的好几条边 所以它不是四边形 再来看最后一个图案 有 一二三四 直直的四条边 有一个角 两个角 三个角 四个角 所以它是四边形 同学们 你们找对了吗 只有梯形和平形 是四边形 好了 下面让我们做一道题 来练习一下吧 在下面的点图上 画出几个不同的四边形吧 好 同学们要用尺子哦 可是这里条件有限 所以我们先画一个正方形吧 一定要直直的 四条线 然后呢 有四个角 同学们一定要用尺子把它画直 还可以画什么呢 同学们想想 所以长方形也可以 直直到四条边 然后四个角 再想一想 对 像刚才学过的 对 直直到四条边 然后 复个角 同学们 还可以画出很多很多 对不对 好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这道题 下面说法正确吗 正确的画高 错误的画差 四边形有四条直的边 对不对 对了 四边形有四个直角 对吗 错了 四边形只有四 规定是只有四个角就可以了 没有特别规定是直角 四边形 对边相等 对吗 不对 四边形的规定有四条边 并没有规定 编在长短 同学们 你们判断对了吗 好 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本节课的内容吧 总结 有四个直的边 而四个角的图形 就是四边形 好啦 做小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